而台中有一名77岁的游姓老翁 他当时到邮局领钱 结果一时大意哦 他把钱连同包包丢在沙发上 就跑去上厕所 结果就被小偷盯上 把钱给偷走了 老翁时候发现钱不见了 全身上下只剩下86块钱 赶忙跪求派出所远警来帮帮忙 而警方全力追查之后 哇是逮到窃贼了 但是落网的窃贼还谎称说 他不是不把钱归还 而是没空报警 这名77岁游老先生行动不方便 身上还戴着尿袋 一进到派出所看到远警 马上下跪求助 因为他全身上下只剩下了86元 他走过来然后就马上就跪下去 那请求我们通人说 一定要把他钱找到 如果没有办法 他应该说没有办法帮他找到的话 但这个寒冬可能没有办法 他去度过 老先生的口气好慌张 表情好激动 因为他刚刚来到这家邮局领钱 钱领好了把现金连同包包 放在这个沙发区 没有想到厕所一回来 一万多块的现金全部被偷了 他尿急要去上厕所 所以他就匆匆忙忙的 因为他行动也不变 因为他随身都带着他的尿袋 所以他行动也不变 所以老翁现在在干嘛 他站起来 他要走 要去洗手间 对 要去洗手间 小偷就是他 这名菜姓男子 把老翁的包包拎了就走 一边走一边还数钱 警方透过监视器画面 追啊追 才追到这名小偷 要他把钱还来 结果这名小偷还谎称 没空报警 因为我们派出所跟邮局 只是在一抢资格而已 那另外这个嫌犯 他也把机车停在我们派出所 前面的空地 所以这个说法 我们基本上他是没有采信的 这名邮导先生身体不好 一个约有只领6000元的低收入户 幸好最后钱追回来了 警方和邮局还合包了一个红包 帮忙他 生活才不至于成了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 徐一龄台中采访报道